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宋先生 你看谁来了 宋先生 你们来了 来来来 快请坐 请 你们这是 宋先生 我们不请自盗 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说吧 宋先生 上次咱们偷梁换柱 暗渡陈仓的大戏 唱得可真是有声有色 咱们不仅炸毁了日寇的军火库 而且虚晃一枪调动 只让龙平惠一这个家伙 到现在还心有古迹 平心而论 这一功劳最主要 是你宋平的指导友方 和官风小队的亲力所为 客气了 我这个人不会假客套 这是实事求是 只要能为全局的胜利 打开一条通道 功劳归谁无所谓 您无所谓可以 但我碧雪华 必须心里有数 我可不能抢天空为己用 更不能为了功劳 而忘了朋友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所以你碧雪华 是我们的朋友 既然咱们是朋友 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把他请出来吧 请出谁 你又给我装 我真不知道你指的谁 美军元华飞行队的联络副官 史密斯·威斯赫尔先生 你 你能够带是她的 还是速写的 是 很高兴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马上进官封吗 当然可以 戴着美军飞行帽的日本鬼子 他插刀向你劈砍 官方 你是不是在跟我编故事啊 你说的这傻话 俺是编故事的人吗 你看你 人家不过是在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这种玩笑少开 俺烦 好好好 对不起 对不起行了吧 接不到魏斯赫尔先生 你让我向上级怎么交代 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俺还有个弟兄 在这次行动中被小鬼的抓了呢 谁被抓了 蒙铁锤 他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俺们齐心协力 先把魏斯赫尔先生的下落找到 再想办法救蒙铁锤 这么说这次 我又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了 俺相信 俺们这一回 一定能成功 军飞 我想跟你谈谈娘的事情 娘 你娘不就是我娘吗 这事你也知道了 你当我这个国君忠孝特派员 是好吃干饭的 军飞 为了娘的事情 我都快急疯了 为舅娘 我还去截了一次日军监狱 你说啥 你去截狱了 可惜日寇 并没有把咱娘 关在监狱中 那他们把娘 关哪儿去了 请问 我 proszę 不到 这舅是 感情 verg ogromnates 我们把 Ele karş的 异常抓起火 你们都存在 持维 聪贵的老太婆 看什么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府 老子当上保安司令 都没有住在这儿的福分 你倒好 养儿子有功了 龙平大队长 把你优待到这里了 还得让老子整天寸步不离地陪着你 请吧 聪贵的老太婆 马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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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把咱娘救出来 娘 俺是一定要救的 但至于怎么救 什么时候救 俺得听宋大哥的 好吧 我尊重你的决定 行 那我先走了 我期待着与你再次合作 别恋恋不舍了 别恋恋不舍了 是你啊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一会儿了 你在偷听我们俩谈话 偷听 偷听我就不会出来了 特派员 你跟我说实话 你真的就 那么喜欢这个官方啊 应该纠正一下 更多的是尊敬 你把官方的母亲 又带到将军府 又派常来帅去看守 这真是 起高一招啊 将军 您过家了 官母和那个美军连老官 就像一块巨大的锡铁石 通过他俩 把中共游击队 和国民党闪电小队 都吸过来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怎么 你还有 我们密捕的 那个美军联络官身上 有本密码 可是直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找到 你想让他们 把下落不明的密码本 自己拿出来 你ונ自尊敬 你仔究竟 镜子 这哈哈 你还没想到 两个男的男女 你 401k 你自己是个男的男人 但是你不要 请 是火虎 是才是火是吉时雄 请照个孝神仙了 管坊的老娘 被孝贵子管在这里 能该咋办 咋办你 那一个人去救 肯定不行的 必须赶快照顾管坊的 大家伙以期来就这才能成功 可管坊他现在在那儿 不管他在那儿 那就是炮断了退 也要照当他 二位请动筷子吧 我不吃这些 不吃这些 那你要吃什么 面包 黄油 牛奶 友和 你个洋鬼子的嘴还挺丢 端下去 我不吃 好好好 我让厨房给你换成 黄油 面包 牛奶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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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怎么回事 是日本鬼子把俺抓来的 他们为什么抓你 因为俺的儿子 杀鬼子 这些灭绝人心的 日本强盗 连你这么大岁数的老人 都不放过 看你蓝眼睛 黄头发 你是外国人 是的 我是美国人 美国人 日本鬼子 来说 来 双断 好 来 sú 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想违反军令吗 狗屁 老子从来不拿鸡毛当令箭 大爷哥 别犯糊涂 少逞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过 你 你要是再犯婚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哥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小女舅 你现在跟官方一样了 你们俩都冷血了 冷血 我这么受冤枉他了吗 他亲娘被鬼子抓了 他不管不问 远了咱不说 咱说孟铁锤 孟铁锤是为了掩护咱们 被鬼子俘虏了 他连个旧字都不提 这不是冷血是什么 这次被抓的是谁啊 是他的亲娘 一个连自己亲娘都不管的人 我会不会问我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被鬼子抓了 会不会也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金大牙 你说这种话 你就是个混蛋 你凭什么忙我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先离笑 你别给鼻子上脸 今天你要不说 为什么打我 我跟你没完 真想知道 我金大牙总难闯北这么多年 我就没吃过这哑巴亏 好 我告诉你 你要被抓走了 谁心里最难受 我哥心里最难受 我哥心里最着急 现在你说这种话 就是在往他心上插刀子 你知不知道 你以为俩穿一套裤子 你一提再说话 着急有什么用啊 那得真刀真撞地跟鬼子干 说得好 走 大哥 你不愧是俺的好哥哥 但是俺想告诉你 俺真不是不想救俺娘 俺娘那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俺拉扯他的 他被抓了 俺能不痛不痒不着急吗 还有 铁锤是咱的好兄弟 他是为了掩护咱们才被小鬼子抓了去 说实话 俺恨不得现在就去救他 可俺知道 俺不能这么干 怎么就不能这么干 你想想看 小鬼子现在在死处找咱们 咱们要是去了 不正好上了他们的当了吗 再者说了 咱们现在参加了宋大哥他们 凡事都得讲个纪律性不是 如果谁想干啥那就干啥 那还不乱了套了 大哥 俺这么说 你应该明白了吧 我 老太太 我求求您了 您都已经好几天滴水为河 利米为进了 哪怕您现在 先随便吃上几口 是不是厨子做得不对您胃口 我现在就去叫醒他们 慢着 您答应吃了 这些个山珍海味 别说吃了 俺连剑都没有见过 那就尽情享用吧 可俺知道 这些人吃的 这些是人吃的还是狗吃的 您您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你 你连人话都听不出来 你说你是个傻东西 你送俺回去 老人家 人是铁饭是羹 一顿不吃饿的话 您这样怎么能行呢 身子骨要紧哪 尽情 特别承认 还能够 还能够 来 您 明天 体上 你是不是 又失败了 你连人 我没有想到 他的骨头会这么硬 宋先生 我哥让我跟您汇报的事 就这些 好 你回去告诉官方 他做得很对 行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路上小心 好 好 这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 玉花 威斯坎先生有消息了 是吗 他现在在哪儿 他被关在城里的将军府 将军府 将军府 将军府是怎么回事 将军府是当年清军将领赵志恒 所修建的一座公关 它独门独院 是一座别墅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日口清展浩州之后 这个将军府就成了日口高管们享受作乐的地方 宋先生 我必须跑一趟画音二十五师师部 去哪儿干什么 二十五师在撤退前 江蒲州的所有资料都收存了 我要去找到有关将军府建筑资料 这或许对解军威斯赫尔心声有用处 时间紧迫 快去快回 能骑马最好 可惜了 小泥丘刚走 没走没走 在这儿候着呢 谁叫你偷听我谈话的 我要是不偷听 特别人能有马骑啊 这倒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真是个机灵鬼 特别人 我跟你一起去 是的 行 不过你得换上我们的军中 行 大胖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 你是去还是不去 这平时看你胡子拉叉也像个爷们啊 那么关键时候前怕狼后怕虎的 我要是你 我外面找个耗子洞我早酸进去了 怕死鬼 你把话说清楚了 谁怕死了 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我怎么怕死了 咱且不说铁锤对咱们有多么多么好 也不说咱们不是亲兄弟 胜死亲兄弟 就咱们这条命 还是铁锤喝出自己的性命 从鬼子手里给救回来的 这一点你不能忘记吧 这个我怎么会忘呢 这不就结了吗 大胖 咱们吃水不能忘得打紧人 更不能做那些无情无义的事 你说我说得对吧 对啊 那我叫你去跟我救铁锤 你怎么变成做头乌龟了呢 你这话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啊 咱们是爷们 要想听好听的 那就得做出个样给别人看 要我说去救铁锤 我第一个举手赞成 可我是怕 我是怕咱们独次行动 违反了组织纪律 组织纪律组织纪律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这组织纪律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 你忘了官方是怎么交代我们的 纪律就是胜利的保证 你给我打住 你给我打住 什么是胜利啊 胜利就是要揪下鬼子的脑袋 你揪的越多 胜利就越大 你这都是什么理啊 理多少钱一斤呢 理多少钱一斤呢 反正我是喝出去了 我要把铁锤救出来 看在咱们还是兄弟的份上 你给我了句实话 去还是不去 要去 那也得先跟官方打个招呼 打什么招呼 你傻呀打招呼 打招呼还走得了吗 行了大方 行了 我不求你了 你还是在家顺底的大叫吧 我自己去 我就不信了 死了张图夫 不吃混猫猪 等等 我跟你去 不过咱说好了 官方要是追查下来 得你顶着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一个储盆我抱着 两个储盆我挑着 三个储盆我扛着 咱们呢 得多带点手来 对对对 咱们就是要让鬼子 把这小甜瓜吃饱喝足 好 官方 千万不要小看这次任务 你们接的虽然只是 威斯克尔先生一个人 但他肩负着 我们和有军飞行队 大反攻联络的重任 特别是那个密码本 他关系到我们中国军队 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密码本 他一定要救出这个威斯克尔 好 哥老子 把手承问的鬼子这么短 多好话 越多越好 怎么好 我告诉你啊 咱们俩啊 就像野兔子一样地冲过去 趁鬼子还没明白 咱这小甜瓜 就砸在他的脑袋上了 等这小甜瓜一爆炸 咱们就快马夹鞭趁乱 冲进城去 行啊 大雅哥 你还是有点智慧才能的 不是 你啥眼神啊 你才发现哪 你大雅哥 正经有俩瞎子呢 来来来来来 小茶友 你让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 啥话呀 当心吹爆牛肚皮 碰你也是 走 把马牵过来 四季人 四季人 肯定是四季人 四六 四六 外面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中共的游击队打下来 不知道 他们几乎都能描述在哪里 他们有多少人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你他娘的知道什么 就知道瓢女人 咬我孩子是吗 是疯儿打进来了吗 是他们 雷机馆来了 是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中共游击队 国民党闪电 也会发动到突然期间 江平 马上赢这部队 封锁各国路口 绝不得让他们跑掉了 是 你这么烫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快 这又断了 什么意思啊 咱们跑 又是军队 我怎么听着枪声 冲咱们这儿来了 是啊 那枪声是越来越近了 这可怎么好 肯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来抢人了 这一回你算是看对了 他们是来抢人的 来人去蒙特朗给我守住 绝对不能让他们冲进来 去呀 是 是 守兵 我们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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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啊 吃了蔬菜 喝了剑湖姐姐 你就该上路了 承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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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击不成十万米 投击不成十万米 龙平大队长阁下 我们不能以一城一地之得失来论成败 我们和他们的交锋 同样不能因为一次计划的失败来下结论 你还有什么高论 我们手上不是还有两个宝贝呢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斯赫尔先生 宝光寺是你的第一个街头地点 如果有什么意外 您记住您的第二个街头地点是 虎州城河东大药房 虎州城河东大药房 我该怎么想办法通知河东大药房 我被关在这里呢 你说什么 文风的母亲正在绝食 已经 已经五天了 你为什么不早报告 为什么 我看您日理万机 哪有向公共管一个普通老太婆的事 所以我就没 我告诉你 常来顺 这个老太婆 对我们大日本皇军 消灭中共游击队 和国民党闪电小队 有重大作用 如果她有什么意外呢 常来顺 您要负全责 负全责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让我负全责 这不是要我的命了吗 铁锤 好兄弟 咱俩好长好长时间 没这么好好的喝一顿酒了 今天 我好好被你喝一顿酒 哥 回吧 让没铁锤 再多待一会儿吧 这一走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了 你没事 你就别哭了 你这些哭啊 安西你就更乱了 说心里话 铁锤跟你 还有救我们大安哥他们 都是安安哥的亲人 我们为了报家仇 负国恨 走到了一起 成了生死兄弟 你们每个人对俺都特别重要 有的时候 俺看你们豁出了命 给小鬼子干 俺心里真是高兴 可是俺接受不了 俺那兄弟这说没就没了 昨天 铁锤还一口一个 冠奋哥的叫了 今天 他跟俺就一阳两阁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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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